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物 我是Uncle Mark 马可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老谭我们连续两集跟大家聊 徐邦会战 也就是淮海战役 讨论是非常的热烈 老谭其实有提到说这场战役是 一连串军事失败的结果 甚至早在1947年 1946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出端倪 其实每一集节目上线之后 老谭都会去看网友的留言 这大家可能比较没想到的 除了淮海战役之外 其实有很多网友说 可不可以聊一聊东北的战事 不知道老谭对东北的战事有什么想法 你的老兵计划里面 有没有跟一些打过东北战事的老兵聊过 一样都是国共内战 国军其实在东北地区打得一度还可以 长春围城就坚守了大概150多天 特别是四平街最多重要的战略城市 仿佛与共军争夺的大概四次之多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主席是辽宁四平街的老兵 他说他自己就经历了四次的四平街战役 最先是在中央军被俘虏以后 就变成了这个东北民主联军 也就是共军 大家就一起围攻那个四平街 然后在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的时候呢 他既打中央军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阵地就开机枪扫射从北满港过来的 这个东北民主联军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从那个四平街开始谈起 了解一下四平的这个失守 造成了东北国军的整体失败 还有东北的失败 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大局势 等一下我想确定一下 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 就是说你在台湾访问的这位老兵 然后他经历了四平街的四次战役 当中代表国军出战过 也代表解放军打过仗 没错 他的人生经历也太峰回路转 太有故事性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这个戏剧性 其实我们就从这个老兵的故事 开始简单说起好了 这位老伯伯说 他是在抗战胜利以后 那时候国民政府就到接受东北 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中央军来了以后就开始征兵 征兵征不到就开始抓兵 他因为长得比较高大 就被抓了 然后不准他们回家 可是家人可以来部队里面探视 他后来被编入了国军第60军 这支军队是来自以大西南的滇军 都是云南人 是杂牌军 所以专备还有作战能力不怎么样 因此他在第二次四平街战役的时候就被俘虏了 这位老伯伯说四平街第二次战役是国共在东北地区 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次的主力会上打得非常的激烈 两边都死了非常多的人 他还没有被俘虏之前 亲眼看到了出动推土机 把那种成队的尸体推入坑里 上面再埋一层土 看到这种情形 他说那时候腿都软了 每个人都怕得不得了 正常人看到都会怕得不得了 怕自己变下一个 所以他说还有其他的弟兄就很激动的大喊说 对大家说看到了没有 我们明天死了以后也就是这样买的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怎么样 回到部队里面也不敢讲 不能讲 因为讲来会被骂说动摇军心 的确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震撼 回到这个老兵 老兵他第一次四平街战役是代表国军吗 二三四是代表解放军 中间是怎么变成这个转换 老伯伯说他是被抓兵当的中央军 他被俘虏以后变成共军 那第二次的时候才被俘虏 那个时候是叫东北民主联军 统帅就是林彪 在部队里面大家就被教育说 有美式装备的这个心意军 并不可怕 那个时候还编了一首歌 他到现在还会唱两句 也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 打仗要打心意军 很显然的 林彪的军队就是以孙力人的心意军为主要的对手 到了1947年的3月 林彪发动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 也从北满调员兵过来 因为北满更任 也就是那个松花江以北 这些从松花江以北的部队来了以后呢 他们穿的衣服呢 跟那个南满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东西大衣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在黑暗中呢 他们本来都是在围攻那个国军的阵地 那突然间看到有部队过来 那以为是中央军的部队 因为看的衣服不一样 所以就用那个重机枪扫射 那这个增援的部队呢 就也反击 打了一阵子 两边都觉得有点不对 所以就有人吹号角 互相联系 才确定说打错 打到自己人 对 那这一段故事呢 我其实是没有看过有人讲过 不过这位老兵 这个还能讲出这个参加国共大战 这个老约领 什么一道疆二道疆 一直到七道疆八道疆等等 这种在台湾不会有人去提起的地名 绝对不是普通人随便能够掰得出来的 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百分百 他大概一定有打过 等于像老谭提到的 就是说解放军在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当中 一度是自己人打成一团 因为服装上没办法辨认 对 不过那个应该是 短暂的 对 而且是小乌龙 但我很好奇的是说 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 可以让国共在这里要反复争夺 四次这么多 属于南满地区的四平街呢 它是位在沈阳还有长春的中间 有中长铁路 好几条铁路这样通过 算是那个东北的那种复兴的重要战略地位 我们看它这个四平街的名称 所以它基本上四面都是平地 附近有一个比较海拔 比较高的地方就叫塔子山 也不过就是四百米高 就已经算是那个四平街的制高点 那那个时候呢 四平街的人口大概是17万 从1946年3月到1948年的3月 整整两年 国共双方就在这座小城市 先入投入的大概94万 也就是算近百万的大军 在这个地方仿佛的争夺 总共打了四次之多 那我们先讲一下 中共这边好了 抗战一胜利呢 共军就立刻出关 短短几个月 它其实就 实力就成长得非常的快 可是还不够强 所以就尽量的与美式装备的 这个国军 这个避免正面的冲突 如果有 也就是小规模的伏击 例如林彪那个时候 他在还没有跟孙力人交手之前 在1946年的2月 他曾经在一个叫 秀水河子的小镇 自己亲自 指挥了大概七个团 其中四个团就攻击 那三个团是组员 就歼灭了国军一个冒进 也就是自己单兵前进的 一个全美线的部队 一个营 总共缴获了大小炮 大概50多门 还有其他的什么电台等等 所以 到了民国35年初 也就是1946年初 林彪已经拥有 大概30万的部队 虽然有一些是 原来属于满洲国的卫军 可是已经逐渐的有能力 跟国军一搏 所以发生在四平街的 第一次战斗 是解放军发动的 是 第一次四平街战役 发生在1946年的三月 我们知道在抗战胜利之前 苏联看日本已经不行了 所以赶在1945年的8月9日 就出兵中国的东北 全面对日本宣战 那一直到了1946年3月13日 苏联军队 他才从四平撤出 不过在苏联还没有撤军 撤军之前呢 国民政府就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陆续的派接收大员到东北 那另外也从各地 调那个军队 大概20多万人 其中包括 号称天下第一军的 这个孙力人的新一军 另外还有廖耀香的新六军 刘毅章的52军 陈明仁的71军 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位勃勃的颠军 也就是第60军 那3月17日 中共就利用苏联军队 撤出的这个真空阶段 就调集了一万多人 攻克了这个四平 那击毙了守军 大概500人 俘获了这个国民政府的辽北省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辽北省的 省主席刘汉东 那按照中共的说法 这个就是一战四平 这场战役应该规模不大吧 因为时间蛮短的 对 应该算是小事身手 那二战四平就变成是 国军想要扳回一城 对 非常的惨烈 3月18日 共军就近战了四平 那中共中央就改变了战略 决定要临标 死守四平 寸土必争 保泽东还说要把四平街 变成东方马德里 于是那个 那个林彪就调动了 东北民主联军大概十多万人 其中共军有七个重队 两个日本原有的朝鲜军 一个新组成的日本的重击枪尸 一个日本384的炮兵大队 然后他们就抓紧时间 加强攻势准备要坚守 那国军方面呢 其实就从1946年3月18日开始 就由杜玉明指挥 就分兵三路向四平推进 到了4月18日 新一军第三十师就开始发起了正面的攻击 国军就连续攻城了九天 九攻不下 那就在27日就停止了进攻 那就一直拖到了5月15日 又开始了更激烈的战斗 那时候国军就集中了十个师 到四平街的外围 从16日到17日 国军就使用了坦克冲锋 大炮攻击 还有飞机轰炸 终于打到了塔子山阵地 那个时候林彪就下定 守城部队在18日全部就撤离 因此打了一个多月的四平街战役 第二次战役就宣告结束 照老谭刚刚讲的 头两次的四平街战役 第一次的时间段 第二次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还打打停地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换 最主要的就是 负责主攻的新一军 他打不下来 他是从管州南方调上来 调到东北 那个时候东北天寒地冻 所以士气低落 蒋介石急人 那个时候就把在欧洲 国外考察的孙力人 紧急地把他叫回来 让他重新带领新一军 孙力人其实也真的是很厉害 他5月15日到了四平 听起了作战报告后 马上就集合各师的师长 谈话 然后就制定作战计划 下定四天之内要打下四平街 马上就从5月16日开始 新一军的新五是师 新三是师 新三是八师 分别就从正面侧面迂回 到共军的后方一起 从不同的范围一起展开攻击 三天就打下四平 不过根据白崇熙的儿子 也就是民作家白先勇 他所写的《父亲与民国》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他说因为这是东北的第一次的主力会战 对于东北的德斯 还有整体内战的关系非常的重大 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就派白崇熙 在5月17日飞到了东北去督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顺利人赶到东北四平街 除了新一军重新发动攻势以外 在四平街的外围 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 那个塔子山就是城外的制高点 其实最惨烈的地方是发生在塔子山 那因为那边防守的 这个东北民主联军 照共军的说法是 作战非常的英勇 人几乎都拼关了 还打死不退 甚至于没有弹药 就丢石头 当武器 所以那时候国军在这边出动的 飞机炸射之外 还有料药箱的新六军 用600多辆的汽车坦克 还有火炮一起进行 所以打了非常的长 那国共在东北的首次的主力会战结束以后 四平街的建筑物 几乎都大部分都化为废墟 建筑物的这个门窗 如果没有毁了或毁了 反正都被拆下来做燃掉 逃难回来的难民的这个市民 几乎都是机民 没有犯词 当时的中央日报还为了这个四平街的收复 发表了一篇社论 标题叫做国军收复四平街 那内容里面有特别有提到 他说共产党的国际重队 与纯粹的共产党军 损失颇大 失败盛长 自主以证明共产军的战斗力 并不怎么坚强 所以从社论来讲 他说共产军的战斗力不怎么坚强 但是四平街刚刚有提到 我们有四次的交锋 那解放军后来又怎么打回来 终究还是打回来的 是的 林彪退兵以后 按照国军这边的说法 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是非常的难备 乱作一团 因为整个联军的组成其实是很复杂的 又有日本 又有朝鲜 还有卫军 所以特别是原来属于满洲国的卫军 他们的成分很差 所以就整批的脱离 整个军队就这样子就离开了 那一路上新一军 还有新六军就一路的紧追不死 逼得林彪一渡 准备要化整为点 要到中苏边军去打游击 那顺利人的新一军呢 就一路北追到了松花江 本来是要过江 可是美国这个时候就出面协调调停 蒋介石就在马歇尔的调停计划下 下定停止了进攻 所以就停住了 那不过呢 新一军的新五十十一四九团 仍然跨过了松花江 在那个陶赖昭这个地方呢 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留下了三百人驻守 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小地方呢 因为他们多次打退了这个解放军 而且这里离长春有120公里之远 到了最重要的是 到了1948年的10月11月 锦州长春沈阳全部都陷落 这里还飘扬着东北最后一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算是非常悲传的这个故军 那简单的来说 四平街第二次战役结束 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呢 就撤到了松花江以北 那到了1946年秋天 到还有春天 1947年的春天 这段时间呢 他们就开始进行土改 发展军队 所以就有比较稳固的 这个根据地 所以人数反而又成长 而且还到了这个40万人 在北满取得了所谓的三下加南 在南满取得了四保林加南 这些所谓的胜利 迫使东北的国军 就有这个战略的进攻 转为战略的环域 OK 刚很关键一点 就是外部因素又出现了 然后所以第二次的四平街战役 打打鼎鼎 那后面两次的四平街战役当中 国共的两大猛将还有交手吗 孙力仁在东北战场 跟林彪较劲呢 他们其实就交手 就是第二次四平街战役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林加战役 也就是中共所说的四保林加 至于第三次四平街战役 孙力仁虽然那时候还在东北 可是因为他跟杜玉民处不好 所以被冰冻起来 没有实际的参与 那我们先讲一下 第二次到第三次之间 短短十一个月 国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孙力仁这边 他与他的上级长官 就是杜玉民 这个将帅失和 孙力仁认为杜玉民 只有照顾自己的嫡系部队 也就是明明是新一军独立攻下四平街 结果发布的讯息是 廖耀乡的新六军立了大功 然后呢 靖长春的功劳 这个他顺利仁认为杜玉民 把他做给新六军 可是呢 在杜玉民这边 他其实认为说 顺利仁非常的自傲 这个不好指挥 甚至还故意不相救 差点让他在农安之役 被共军给俘虏 另外林彪在第二次四平 接战役后 这个带领大军就北退 这个孙力仁那个时候也 自愿的请英 说要率领新一军 渡过松花江 直取哈尔滨 那结果也遭到杜玉民的拒绝 阻止 理由是后方空虚 因为一旦这个北进的话 部队孤悬在外 很容易被共军给吃掉或吸住 那就会使这个南蛮变得危险 不管怎么样 由于孙力仁跟杜玉民之间的关系 也越差 所以到了1947年4月的时候 就被调一个贤差位 这个没有事做 那同年7月的蒋介石 就把孙力仁调离东北 在南京成立的陆军训练司令部 负责训练新军 这个消息一传到哈尔滨以后 据说毛泽东 其实在庆祝会上曾经讲过 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玉民赶走了 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 那在孙力仁这边呢 他随后就在11月呢 调到这个来到台湾训练新军 他去台湾之前呢 就从新一军里面挑了400名 左右的这个宗旨教官到了台湾 这个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 第四军官训练班 也就是台湾黄埔 这个台湾黄埔的这个摇篮 至于没有孙力人参与的 四平街第三次战役呢 打起来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是差点就丢掉了 还是差点就拿回来 差点就丢掉 1947年5月24日 这个林彪的民主联军 就开始对四平街发动的攻击 那时候国军的反手主力 主要是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 他组织了那个督战队 对于上次撤退的官兵 就直接开枪隔壁 所以就跟共军呢 就逐街逐屋逐墙的仿复争夺 虽然说这个陈明仁后来投共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 就是说他在四平街 这个这次的战役里面 打得还算是很勇敢 第七十一军是很能打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 其实就是到了6月26日 国军打到最后呢 只剩下一片大概长 这个2000公尺 宽1000公尺的最后一片阵地 眼看就要死守 那这个守将陈明仁呢 这个就拖下了军府 一度准备要自杀 那在最紧急的时刻呢 后来国军就大胆的 这个决定说 使用一种威力非常强大的 新式炸药 这个就预先埋放在一片 那个阵地里面 然后就准备说 看看共军会不会进去 那如果进去就要引爆 那果真呢 这个大批的共军在 他这个阻力呢 就在27日进入 准备做最后的攻击 那没想到就是顿时的 这个硝烟从天 这个强倒误会 那整个就是一片的人间炼狱 那个共军死山几场 那顿时就失去了 这个进攻的能力 这也是很极端的一个手段 其实 到了28日呢 国军的东北保安司令部 调集的9个师 也到了那个四平的附近 准备展开决战 那看到这种情形 林彪就在29日 则下令撤退 四平的直立斯的攻击战 就宣告结束 战后 中央日报的东北记者 陈家记 进入了四平间 他说他在车站前 看到的那个燃烧的 那个大豆 数十万吨 这个还在燃烧 白烟冲天 那他搭乘的吉普车呢 一路上就只有看到 那个死尸变处 这个遍地 那有的时候 还得死 这个开过 这个压过 这个稀烂的尸体 那砖瓦尘土下的尸体 因为腐烂 所以显现出 一条一条的 这个尸痕的痕迹 那这个是他来台湾以后 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白山黑水的悲歌 在里面所提到 他当时的所见所闻 那陈家记的 这本书里面还提到 第三次四平街战役 平民史上 尤其之多 主要是因为 陈明仁禁止老百姓离去 因为说 你们平常只知道降服 这个现在要打仗了 就要军人来堪责任 所以通通不准走 结果就可想而知 打到这种地步 那所以这个 留在城里面的平民 这个史上也是非常的惨重 那这场战役呢 国军虽然守住了四平 陈明仁对外 还宣称说 歼灭了林彪三个重队 七万人 可是实际上的 整体而言 其实是失地 千里 丢了大概数十座的城市 所以后来其实 大家在检讨 这个这次的第三次 四平街战役 认为说 名为胜利 其实是失败的 因为东北民主联军 已经赚大到 可以战略防攻 完全掌握了 东北主战场的 这个 这个攻势 感觉整个局势发展到这里 蒋介石对于 你 我说拿下 或是保住四平街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第一个 大家公认的 猛将不在 然后再来就像老谭提到 其实对手的军容 真的越来越壮盛 1947年12月 东北民主联军 又发起了更强大的攻势 那个时候 林彪决定趁 冰雪还没有融化 道路还可以通行 还可以有利益 大兵团的行动 所以就再次发动了 东西攻势 那国军这方面呢 在东北其实已经没有什么 多余的兵力可以调动 所以那时候四平的守军呢 包括这个战斗力 不怎么样的 这个地方民团 大概就只有 一万九千人 差太多了 对 到了1948年的3月4日 东北民主联军改名叫做 东北人民解放军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称解放军 这个解放军呢 就对四平周边开始发动攻击 在这次战役里面呢 虽然说国军是处于非常的劣势 可是还是有很勇敢的 这个国军 做很坚决的抵抗 像那个时候报纸还登了 说 这个守军呢 有一名牌长率领弟兄冲杀 俘获了一名解放军的连长 那另外还击毙了这个三百多名 这个敌人 那不过呢 整个的局势其实是无法扭转的 所以到了3月12日 解放军发动总攻 到了13日就全部结束 也宣告四平街的悲剧 正式的落幕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那位老兵 讲的他当解放军却打解放军 就是发生了这个时候 没有错 不过虽然有这些局部性的小插曲 或小乌龙 这个战场上总是难免的 可是都没有影响到整个战局 那四平街的这个四次战 这个战役结束了 接着就整个局势就完全不可逆 像后来的辽西会战 也就是辽省战役 国军就几乎是坐困仇城 最后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城市 就这样子投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四平街战役结束整整六个月 在1948年的10月14日 解放军就集中了这个九百多门的火炮 对锦州做最后的总攻 锦州一线落 堵死了国军这个回到关内的唯一通道 然后那个时候驻守在长春的国军第六十军 也就是那位老伯伯被编入的第六十军 军长是郑泽生 他看到大势已去 就在10月19日倒戈 一同驻守在长春的新七军 就被迫跟着投降 那才结束了这150多天围城的这个悲剧 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的一点是说 为什么东北会这么重要 东北其实是中国那个时候 最重要的重工业 还有军火兵工基地 谁控制 谁就有增天下的实力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些全部都是日本在占领的时候所建设的 其实在民国初年 军阀占坐领 他统领东北的时候 军火工业就搞得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已经有自己的飞机厂可以造飞机 还有兵工厂可以生产火炮 少赛詹学良在其他军阀在作战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就是用自家生产的火炮 这个轰击对手 打得很爽快 那蒋介石那个时候的国民革命军欠缺炮兵 这个战学良那时候也很好奇的送他炮兵营还是炮兵团的样子 到了918事变 除了大批的军火还有兵工厂被日本这个掳获之外 凤系东北空军的260架飞机 也全部被日军给缴获 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吗 你想想看 无从比较 所以 卢国桥事变后 国民政府下令把全国的飞机还有飞行员 通通都划归到中央航空委员会 也就是再加上国外买的飞机 就是这个建立了所谓的这个中央直属的这个空军 那个时候的中央空军呢 才只有300多架而已 所以有了这个比较你就知道说东北的实力 这个是有多么的雄厚 真的是富可敌国 对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掌握了东北 再加上日本本土的实力 日本军阀终究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 同样的 中共在东北取得胜利 除了能把林彪的部队抽调到关内 另外 这个东北生产了这些军火弹药 也能够远远的不绝 不绝的输入到这个淮海 或者平津 所以张正龙的雪白血红 这本书里面 他就提到说 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 都说国民党没有向江北推进是实算 这个江北就是松发江 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我想国共双方两边 其实都有类似相同的看法 你觉得因为从前面的故事来讲 东北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军火库 夺下来基本上我的武力 至少有很大的优势 东北会丢因素真的是太多了 这真的可以说上好几集 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的说 不过我们既然一开始提到了 经历过四次四平街战役的那位老伯伯 所以我们就用最基层的看法来看 东北为什么会丢 这个老伯伯本来是四平街的人 被国军抓兵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象征了军民紧张 国军 也就是国民政府接受不顺利 而他所属的这个第六十军 战斗力不强 后来六十军派驻在长春 经历了一百五十天的围城 军长曾泽生后来就投共倒戈 那导致新七军 这个也跟着投降 那长春围城就结束 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其实那个时候 国军的这个嫡系 跟这个杂牌军之间的这个矛盾 那为什么后来好好的国军 没办法再打 比如说像新一军 号称 顺利人认为说 新一军的一个团 可以抵一个吃 为什么这样子的部队 没办法打 这个老伯伯他是认为说 南方部队不耐延航 像他参加老爷领大战 解放军都是上巴士步枪 打一发扣一发 国军都是美元装备 枪都是连发的 那这个解放军就强攻 死了很多人 可是最后还是打败了 这个新一军 新六军 新五军等等 他说因为这些都是 南方来的部队 这个戴着手套 气候是非常的寒冷 他说这个手套拔下来 手指头冻枪 没有办法弯曲 没办法扣板机 所以就被林彪 一支一支的 把这个部队呢 就一支一支的被林彪给吃了 那东北就变天 而他后来就随着视野 这个进入了这个上海关 真实的战争 不是纸上谈兵 或是像我们抓在镜头前面 聊一聊那么简单 因为就像老谭说 真的有太多外部的因素要考虑 尤其中文那么大 南北这样打真的是 很多不可控的东西 还是要谢谢老谭分享 这位老兵的故事 我们还是要再呼吁一下 如果有认识的长辈 家中或是左邻右舍都好 曾经从大陆过来 经历过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目前还能够分享的话 欢迎提供受访的资料 信箱是serviceatettheday.net 如果影音版会有字幕 没有的话就听我的破英文 OK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读武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喜欢的话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有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